19世紀後半期 繼歐洲和美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後 亞洲的日本 亦出現了一次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的全面革新運動 這場以推行資本主義新政為目的的資產階級革新運動 開始於明治年間 所以使稱明治為新 之前日本是落後的封建國家 在1603年 德川家康消滅了各地的各具勢力 在江湖設置幕府 建立了德川家族的一統天下 名義上首腦是天皇 但失權已經落在德川家族的手中 德川幕府實際上對外代表國家 對內主持政府 德川幕府掠奪土地 而且將土地分封給270家叫做大明的封建領主 大明又將領地分割成更小的單位 分次給自己的家臣、武士 武士一般都是職業軍人 是幕府將軍統治人民的主要工具 士、農、工、商被劃在武士之下 受到等級身份制度的嚴格限制 還有30多萬被稱作非人和威多的賤民 被排斥在士農工商之外 過著悲慘的生活 幕府推行關閉自首政策 不與其他國家建立任何關係 18世紀後期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 新興的地主階級和商業資本家 為了爭奪政治上的地位 對幕府制度產生了強烈的不滿 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反抗的情緒 亦日益高漲 接連爆發的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 嚴重地動搖了幕府的統治 正在這個時候 西方列強大舉入侵日本 幕府屈服於強烈的炮火 連續和列強簽訂了很多不平等條約 和關稅協定 大批農民和手工業者 因為外來廉價商品的湧入而破產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迅速激化 在人民積極行動起來 推翻幕府統治的形勢下 以中下級武士、商人、資本家 和新興地主為主體的改革力量 組成賭幕派 要求實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 賭幕派和幕府之間 在164年開始武裝衝突 1866年6月 幕府發動討伐長洲的戰爭 7月 德川家茂突然死亡 德川興起繼任將軍 以舉行家茂的葬禮為借口退兵 167年10月 薩摩 長洲 安藝 三凡武士 在京都召開秘密會議 決定組織聯軍正式討伐幕府 而且將計劃秘密上奏天皇 10月14日 天皇被薩長兩番 辦令密照 命令他們討伐幕府 德川興起見世色不妙 被迫提出了奉還大政的請求 表示要辭去將軍職位還政天皇 自此統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 在名義上宣告結束 168年1月3日 明治天皇出面召開了有賭幕派皇族公卿 大明和下級武士參加的御前會議 辦佈皇政復古詔書 宣佈廢除幕府制 組織成立新的中央政府 德川興起不甘心失敗 在168年1月 集合軍隊向京都進軍 結果在京都附近的鳥羽 復健被以殺長兩番軍隊為主力的政府軍擊敗 4月的時候 德川興起走投無路被迫投降 政府軍進佔江湖 改名為東京 第二年3月遷到東京 明治天皇宣佈了新政府的施政綱領 五條世民 綱領表達了地主資產階級 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 進行改革的願望和決心 接著明治政府展開了全面的改革運動 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 實行副國強兵政策 建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機構 第二 變革土地制度 進行地稅改革 第三 觀設籍產興業 大力扶植資本主義 第四 大搞文明開化 實行教育改革 明治維新 是一次以農民為主力 以資產階級 和資產階級化下級武士為聯盟 以資產階級化下級武士為領導的 脫亞入歐的資產階級改革 推翻幕府的封建統治 建立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中央集權國家 開拓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道路 成為日本從封建社會進入資本社會主義的轉折點 在人民群眾的推動下 明治政府實行了一系列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 加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進而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 但是 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和它還未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 明治維新的領導權 掌握在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武士集團手中 因而令到這次革命進行得很不徹底 明治維新之後 國家的政治、經濟等方面 仍然存在著大量的封建因素 農民的土地問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地主階級始終在政治中佔主導地位 這就令到地主資產階級專政 從一開始就具有對內殘酷鎮壓人民 對外大肆侵略擴張的性質 為後來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 埋下了復筆